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印第安人将宝藏藏在了丛林的身处 拿到了宝藏回来就是大吐好了 年轻的金毛当然抵抗不住诱惑 叫上朋友就跟着帅大叔上路了 一路上帅大叔一个劲的给大家灌鸡汤 鸡汤喝多了也会腻咬 更何况还是毒鸡汤 刚开始的几天还算新鲜 但时间一长金毛和朋友们觉得越来越难熬 甚至在划船的时候跟帅大叔产生了争吵 帅大叔也是一个傲娇的男人 吵不过年轻人就撂挑子不干了 金毛和朋友们却懵逼了 帅大叔知道路线而且以外生存能力超强 经过激烈的讨论大家决定兵分两路 帅大叔带着脚受伤的眼镜哥走汗路 金毛和带头吵架的蓝一哥继续划船走水路 俗话说得好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帅大叔早就说过水路太危险 结果这俩人出生牛犊不怕虎偏要走水路 一个不留神金毛就掉进了水里跟蓝一哥失散了 不过金毛是主角有主角光环的 喝了一片药就满血复活地继续赶路 另一边蓝一哥被附近的村民救起 少走休息就带着搜救队去找大家 然而剧情还剩一大段 怎么能这么轻易就让主角获救呢 所以搜救队和金毛按照套路就失之交臂了 缓缓呼呼之中金毛还遇到了一个野人 尽管野人不懂英语也没有什么物资补给 但两人打伙做个伴也算是有个照应 万万没想到金毛一觉睡醒 发现原来野人只是自己的幻觉 自己一直都是孤单的一个人 蓝一哥没有放弃搜救 跟渔民租了一条船继续沿着河流搜寻 而金毛也挣扎着探过一片沼泽 眼看最后一次力量都没有了 于是脱下衣服让树上的火椅来咬自己 靠着疼痛激发出来的求生本能 金毛一口气跑到了河边 终于被坐船赶来的蓝一哥发现给救回了渔村 看着死里逃生的男主 村民们纷纷惊叹这一人间奇迹 赞美上帝的人词 普通丛林已经危险重重了 更别说未被开发的丛林了 小编想提醒各位旅友在追寻刺激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自身的安危哦 好了 感谢观看 再见